有功夫 就會有財富 歡迎收看功夫期貨 我是騎王傑帥 各位親愛的朋友們 如果你們想要學會技術分析戰勝期貨 現在就可以拿出你們的手機 掃描影片中的QR Code 或者透過LINE ID 直接搜尋小老鼠A957 直接加入傑帥的功夫期貨粉絲團隊 跟著傑帥一起來學功夫 在收看傑帥的直播節目時 請各位朋友 務必記得幫傑帥一個忙 請記得幫傑帥的影片 按讚 訂閱 以及分享 要如何按讚訂閱跟分享勒 我簡單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這是各位觀賞影片的畫面 在左下角的地方有一個按讚的符號 請各位朋友動動你們的手指頭 給傑帥點一個讚 要如何訂閱傑帥的節目勒 右下角這邊有個訂閱的小鈴鐺 同樣的請各位朋友動動你們的手指頭 點擊這個小鈴鐺打開之後 就可以成功訂閱我的節目了 身邊有操作期貨跟選擇權的親朋好友 可以利用影片正下方的分享鍵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好的台北股市現貨 以及12月期在今天 中場是小跌作收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 整個12月期 今天的行情變化 首先今天12月期 開盤 開高40點 開在14451 沒多久之後 先回到 今天的早盤低點 14525 接著出現了一段反盤 噴出了一個行情 來到了14681是今天的最高點 那接著又出現了一段往下灌殺的行情 最低殺到14437 整個當沖區間有244點的區間 就是這個最高點跟這個最低點 那當然今天的行情有兩段 第一段行情就是從這個525 反彈到681這一段行情 總共有156點的行情 再加上這個244點 總共剛剛好是400點的當沖區間 那這兩段行情到底要如何操作 才能把它變成鈔票呢 當然等一下我們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台子期當沖的一個小技巧 那麼今天這個回檔修正 到底大盤的多頭格局改變了沒呢 我們不要猜喔 我們就線論線 我會來跟大家做一個逐一分析 我講過了喔 其實每一天啊 基本上投資朋友 你只要在能夠加權指數開盤的時候 先判定多空趨勢啊 這個基本上你要做錯的機會就不大 那如何判定大盤的多空方向呢 基本上很簡單喔 只要看5日均線 我講過了 如果開盤的位置在5日均線上方 那就代表今天是屬於多方控盤 如果開在5日均線下方 那就代表是空方控盤 那用這種方式來判斷之後 接著再看一下 台子期開盤時候的一個成交量 到底有沒有爆量 你就可以很輕鬆的知道要怎麼應對 好不相信喔 我們就開始來講解囉 首先今天加權指數開盤的時候 請導播把K棒的位置稍微拉近 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到 今天加權指數是開高49點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條線叫5日均線喔 他開高49點是在5日均線之上還是之下 各位可以很清楚看到這條5日均線 他是站在5日均線上方喔 同時他也站在這條季線的上方 以及月線的上方 所以我們先得到第一個結論 加權指數開高49點在5日均線上方 今天呢 早盤是屬於多方控盤 所以這個行情早上他噴了一段上去 這噴上去這一段有156點的區間 好那為什麼早上可以做多呢 來基本上再看第二個資訊喔 12月起止喔 這個是12月起止 12月起止今天開高40點並未爆量 所以開盤價就可以直接做多 因為今天開高 他並沒有爆量2000口以上 所以這個開高他不是真正的高點 後面還會有真正的高點 所以說親愛的投資朋友在這個地方 如果你懂得運用台紫期開盤的一個成交量 再從加權指數開盤的位置 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早盤應該要做多 而且早盤是屬於多方控盤 好那今天回檔修正之後 加權指數下跌30點 到底這個多頭格局有沒有改變呢 我們不要猜喔 我們接著再來看MACD喔 來我們直接看一下喔 10月底的時候 MACD這個地方出現了一個黃金交叉 當時的價位在12629 我當時出現黃金交叉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講 這個柱狀體已經由黑翻喔 所以 加權指數啊已經 形成了一個所謂底部成型訊號 而且多頭格局已經開始展開了 結果這段行情反彈上來 反彈了幾點 2000點 足足反彈2000點以上 那我也曾經跟大家講過喔 只要懂得運用MACD 再搭配KD指標 當KD指標來到20以下 同時MACD又形成黃金交叉的時候 這個地方你就可以確立整個多頭格局形成 那如果說KD指標來到80以上 同時MACD又形成了死亡交叉 這個地方就可以判定頭部成型訊號 好所以我們看一下MACD的講解喔 其實MACD的講解我每天都一樣 MACD的柱狀體在零軸的上方 MACD跟DF目前仍然黃金交叉 所以多方趨勢還沒有改變之前啦 空單只能夠短線當充操作 千萬不要流倉 就像今天 今天基本上如果你在這個14681放空的話 我還是不建議空單流倉喔 因為整個多方的格局跟架構 根本就沒有遭受破壞 各位 今天的手盤的時候 我們還是可以看到 等一下我給大家看喔 他還是一樣穩穩的站在 五日均線的上方喔 那我們接著再看一下這個KD指標喔 各位可以看到KD指標其實已經來到80以上很久了 那代表說大盤目前在高檔地區震盪 那就像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基本上他是形成了一個箱形整理的格局啊 大盤漲也漲不上去 跌也跌不下來 但是整個多方的架構有沒有遭受破壞 我們接著來看一下說明喔 KD指標的KD值 RSV 已經進入了80的超買區 大盤只要能夠熟穩五日均線 他還有機會再攻一波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大盤今天收盤的時候 一樣拉近喔 各位可以很清楚看到 這一根K棒請導播拉近我們來看一下 他剛好收盤的時候 還是穩穩的收在五日均線的上方 所以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只要在五日均線上方 這個就是一個多方架構 然後MACD雖然柱狀體有稍微收斂了 但是他依然在零軸上方 而且黃金交叉有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嘛 所以縱使這個KD指標來到80以上 但是各位還是不要怕 還是一樣偏多看待 我們不要預設高點 除非 KD來到80以上 MACD形成死亡交叉 這個地方我們才可以認定 加權指數的反彈 這一波已經結束了 這樣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依然偏多看待不變喔 好 以上是今天的技術分析研究報告 那我講過了 這份技術分析的研究報告 我們每天盤中都會做好 然後在群組裡面 Light群組裡面 分享給全體的好朋友 如果投資料 你覺得我這份技術分析研究報告 對你的操作有幫助的話 歡迎各位踴躍的來索取 索取這份技術分析研究報告 你一毛錢都不用花 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可以了 什麼事情呢 來跟我們看一下 只要你願意加入我的功夫起貨粉絲團 你就可以天天 免費取得技術分析資料 現在就可以拿出你的手機 掃描影片中的QR Code 或者透過Light ID直接搜尋 小老鼠A957 好 但是第一次加入好朋友請記得喔 當你第一次加入的時候 還要記得再多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記得回覆888 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呢 理由很簡單 當你加入我們Light群組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回覆任何的訊息 其實基本上我們是看不到你的 如果我們看不到你 不知道你加入我們Light群組 請問我們如何把我手頭上的 這份技術分析研究報告 傳到你手機的Light裡面呢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對吧 所以說同志朋友 既然加入了我們Light群組 就再多做一件事情 第一次加入的好朋友 記得一定要回覆888 讓我們看到你 我們才能夠把這份資料 傳到你手機的Light裡面 那你只要傳一次就好 不用天天傳 你傳一次之後 我們的系統 每一天 盤中 我只要做這份研究報告完成之後 我們就會主動的推播出去 歡迎投資朋友 踴躍的來索取 好 學習技術分析的目的 我每天都在講 最主要目的當然就是要提高 我們操作的勝率嘛 能夠把每一天的行情變成鈔票 這是我們最希望做到的一件事情 可是問題來了 有很多投資朋友因為工作跟事業忙碌的關係 根本就沒有時間學技術分析 那該如何是好呢 這些人又想賺錢 該怎麼辦呢 來很簡單 結帥早就把我這一輩子的技術分析的邏輯 全部彙整起來之後 做成了一套 超盤軟體 而這一套超盤軟體就是運用我的技術分析的一個智慧結晶 再加上 人工智慧的電腦運算方式 所形成的一套系統 那在這套系統裡面我講過了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有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它叫做閃電指標 這個閃電指標就是在8.45分的 第一秒鐘 利用技術分析 再結合電腦運算的方式 迅速的判斷多空方向 那麼當然 一旦判斷完畢之後 開盤價你就可以直接進場 這個就是當中必備的領先指標 好 各位親愛的投資朋友我剛剛講過了 今天開盤 我剛剛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來各位 今天開高40點 並沒有爆量 所以開盤價就可以直接做多 這是從技術分析的角度來看 那我們的這一套電腦 到底能不能在開盤價就迅速的判斷出 開盤價可以做多 來我們直接看答案 不要猜 來請導播拉近一下 當今天開盤開在144 只有開高40點的時候 他並沒有爆量的情況之下 我們的系統立即顯示 可以進場做多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說明 使用大探級系統 在今天的8點45分的開盤價 你就可以在14551 多單直接進場 一筆單至少做兩口大台值 那我們都知道 這個行情 他後來是不是直接反彈到14681 對不對 那這一筆閃電指標做多完畢之後 我們的簡訊會員又怎麼動作呢 我們接著往下看 來到了8點47分喔 各位請認真看 仔細看8點47分是開盤兩分鐘喔 我們咧 再做一筆多單 市價多 12月期指目前的爆價14572附近 收訊之後不管價位多少 市價做多至少兩口大台值 好 停損價設多少 14519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停損價 早盤最低只有來到525 所以並沒有打到停損 所以基本上我們今天早上8點47分 跟8點47分 分別各做了一筆多單 總共做了兩筆多單 好 這是我們的 閃電指標 再加上我們的訊息會員 那今天的探極當中指標又怎麼做呢 來各位看一下探極當中指標今天早上 也是做多 所以我們講真的喔 這個透過技術分析的運算 你怎麼樣早上你都不會去放空 你會先搶反彈 然後來到高檔地區 再賣掉 再做空下來 誰說的 我們看一下探極當中指標 這個地方是不是做多 來到這裡是不是出現了新興符號 沒有錯吧 這個新興符號基本上就是多單停利點 這個新興符號就代表說多單來到高檔地區這個地方 高檔地區要停利了 那問題來了 我們的系統能不能算出這個價位 答案是可以的 因為我講過我們系統除了閃電指標 跟探極當中指標之外 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這個很重要的功能叫什麼 精算 轉折的功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新興符號 以及這個新興符號 基本上你都不需要拆 當這個新興符號出現的時候 如果你想要知道價位在哪裡的話很簡單喔 直接看一下我們的 大探極系統 他就會幫你算出來 那各位可以看到 今天我們系統所算出來的壓力轉折叫做14655 各位有沒有看得很清楚 應該很清楚吧 這個地方可以幹什麼 可以預掛做空 那我們看一下今天的最高點 今天最高點叫14681 是不是14681 所以這個1465是不是一定空得到 沒問題嘛 對不對 做多停利看壓力 我說過了 這套系統就是這麼好用 你知道要做多 而且你會知道停利點 兩筆多單出掉之後輕輕鬆鬆拿下374點 當然如果你有這套系統 你今天還會在 1465 去放空 兩口大台紙 換句話說今天早上的第一段我們任務完成 早上先做兩筆多單 來到了 1465把多單賣掉 接著再做第二段行情 1465放空下來 1465放空下來 我們都知道這個尾盤這個地方是不是出現一個新興符號 有沒有 這個地方是不是出現一個新興符號 那這個新興符號代表就是空單的一個停利點 那空單停利點到底又在哪裡 我們的系統可以算出這個高點1465 他能不能算出這個低點14437 我們直接看答案不要猜 來 當1465空下來 如果我們的會員朋友不曉得要再來回補的話 很簡單 只要打開我們的大碳級系統 請拉近 就會很清楚的知道 今天的支撐轉折叫做14446 換句話說 今天還可以再做一次多單 因為這個14446是空單回補點 回補點之後還可以再做一趟多單 來 各位我們看一下說明 做空停利 看支撐 1465空 14446除掉 補掉之後 這一筆空單 很補 418點 再順利的拿下來 那如果你有大碳級系統 你今天還會再做一次多單 在哪裡做 在14446做多 一筆單至少兩口大台指 好 接著來到了11點30分 我告訴我們會員朋友 有軟體 所有軟體的操作點位 一律只操作單充完全不流倉 只要沒有打到50點的停損 一律收盤價出清 好下個禮拜我們再操作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今天早上該怎麼做 先做兩筆多單 來到1465出掉 兩筆多單漲了374點 接著655放空 446給他補掉 跌了幾點 418點 最後 446再做多 460出掉 再漲28點 4筆交易的結果下來 總共漲跌820點 總共漲跌820點 這就是今天 台紫期日盤的一個操作 投資朋友 你今天賺錢了嗎 如果沒有賺錢 就代表你的方法不對 並不是行情的問題 今天行情多好 今天行情有兩段 都很肥美 第一段行情156點 非常的肥美 第二段行情244點 這加起來總共剛剛好400點 各位用兩口單來操作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820點的機會 各位親愛的投資朋友 錢其實不是那麼難賺 當你找對方法的時候 你一定可以很快速的把錢賺到 就像這個世界上 有那麼多富翁 他們為什麼可以成為富翁 他們一定是找到了成功賺錢的方法嘛 對不對 當然也有很多很窮 很窮的原因有可能是後天環境不良的影響 也有人本來很富有變成貧窮 都是因為 所使用的這個賺錢的方法錯誤 才會從富有變成貧窮 都一定是這樣 沒有其他原因 跟這個行情 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你今天如果沒有享受到這麼肥美的行情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 改變你的方法 好 那當然有很多小資族可能會說 老師啊 可是我的資金並不多啊 我根本沒辦法做大台那怎麼辦 沒關係喔 沒有辦法做大台啊 我可以帶你做選擇權 各位 如果你是屬於10萬塊以下的小資族投資朋友的話 跟著我們做選擇權啊 你一樣 有機會 可以累積到財富 慢慢的把你所失去的一切拿回來 那今天選擇權怎麼做呢 各位 早盤我們是不是做多 所以這個選擇權我們早盤也做了一趟 這個買進買權的動作 叫14800 今天這個14800 我們在70點買進20口 那尾盤雖然殺下來 不過沒關係喔 這筆單我們還是可以賺錢喔 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們的指令喔 來各位 8點48分 11月第四週選擇權 14800的買權 現在報價70點附近 收到訊息之後不管價位多少 直接試價至少買進20口 那這筆單我們不設停損喔 來各位親愛的投資朋友 如果你是小資族 你的操盤資金如果在10萬塊以下 不用擔心喔 跟著我們做選擇權 操盤資金10萬塊以下 一樣也可以做 這一筆單 我們買進14800買權之後 我們總共用了7萬塊錢的權利 好買進之後咧 到底能不能賺錢咧 我們接著往下看喔 來8點49分喔 選擇權當中班手上 11月第四週選擇權 14800的買權 70點的部位 我們建議短線操作 來建議短線操作喔 我們掛90點出場 掛90點出場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今天最高是不是來到97點 那這個90點是不是出得掉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70點買進20口 90點出場20口 你的7萬塊在今天就可以變9萬塊 當你的7萬塊變9萬塊的時候你就可以賺2萬塊 各位你只拿7萬出來就可以賺2萬 那等於大台值多少100點 換句話說用選擇權操作的方式在今天找盤啦 你還是可以很輕鬆的拿下 將近大台值100點的價差機會 等於2萬塊 那用7萬賺2萬 我想這個CP值非常的高 所以呢 有很多小資族投資朋友 其實都喜歡來找結帥 為什麼 因為這個拳頭固界裡面 每天在做這個選擇權當中買方策略的 基本上 你找來找去只能夠找到一個就是我 沒有第2個 那選擇權的買方策略基本上他的當充呢 你沒有流倉的壓力 而且資金門檻不需要太高 所以小資族投資朋友歡迎共襄盛舉 一起跟上結帥的選擇權當充班 好 講完了今天的日盤的期貨跟選擇權的操作之後 當然 有一些投資朋友可能會說 老師啊 我因為不能盯盤的關係 所以縱使我很想操作台子旗 我還是不敢做 因為看不到盤我會害怕 那你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我想呢 面對不能盯盤這個問題 已經不是 少數人的問題 有很多人白天 在上班他根本就不可能一直盯著盤看 對不對 有很多家庭主婦 有很多媽媽 可能要照顧小孩 可能有家務要忙 他也不可能一直盯著這個怎樣 行情 一直在那邊看 那該怎麼做呢 很簡單 我講過現在是高科技的時代 人工智慧真的可以幫我們做很多事情 你不用擔心不能盯盤的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我們早就解決了 怎麼說呢 來各位 為了要幫助不能夠盯盤的投資朋友 我們今年特別在 大碳級期貨系統裡面 增加了聲音提醒功能 這個聲音提醒功能 我簡單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我們的會員朋友基本上 都是直接把軟體裝在手機裡面 那我想現在每個人 都有所謂的智慧型手機 裝在手機最方便的地方就是 你人走到哪裡他就可以隨身的攜帶 不受任何地形環境的影響 就算你在睡覺你都可以把手機放在你的枕頭旁邊 有任何的風吹掃動 馬上就可以掌握這個資訊 那我想把軟體裝在手機裡面 就算你不能一直盯著軟體畫面看也沒關係 當你打開軟體畫面之後 再把聲音提醒功能打開 我們的系統裡面有任何的買進訊號 放空訊號 停力訊號 他都會出現這個叫聲 這個時候來親愛投資朋友 就算你不能盯盤 你聽到聲音 再去看訊號做動作就可以了 這樣子的話操作其後你就不需要盯盤 因為這套系統會帶進帶出 讓你輕鬆操作 好 那當然有很多投資朋友在過去使用過很多套操盤軟體 一直都不能夠成功的成為贏家 為什麼呢 因為坊間的操盤軟體 他給你的時候通常會有一大堆的指標 一大堆的模組要你自己去判斷要你自己去拆 那我請問各位親愛投資朋友在一大堆的這個模組 跟指標裡面 你如何每天選對 不可能的事情嘛對不對 你總是有選錯的時候嘛 那怎麼樣才能夠做到篤定百分之百 很簡單 為了要改善這個坊間操盤軟體的這些通病 我們刻意把我們這套系統 只設計成一個當充指標 叫做碳錦儀當充指標 這個碳錦當中指標為什麼我要刻意設定成一個指標呢 因為我不希望我的會員 選錯指標 所以當我設定一個指標的時候 我們的會員朋友就只有一個指標可以看 他只能乖乖的跟著這個指標來操作 自然就不會選錯 那當然呢 我們在這個直播節目所分享的這個指標 也沒有辦法造假 因為就只有一個 好 那做法很簡單喔 做法有兩種喔 來跟著箭頭來操作是第一種方法 當你看到紅色箭頭向上 多單就直接進場 當你看到綠色箭頭向下 空單就直接進場 當你看到停力訓導的時候 就可以獲利了結出場 我們就拿今天的日盤來講喔 各位親愛的投資朋友 如果說 你本身不能盯盤的話 當你安裝了大碳級期貨系統 基本上你可以把聲音提醒功能打開 聲音提醒功能打開之後 你今天會做兩趟 對兩趟 賺兩趟 第一段 第一段交易 基本上是在今天早盤的時候 當出現箭頭向上的時候 縱使你沒有在盯盤也沒有關係 因為當這個箭頭只要一出現 我們的系統就立即出現叫聲 這時候你聽到叫聲 乖乖的跟著做多就可以了 做多完畢之後 來到了這個新興符號 你看到了什麼 停力提醒訓導 這個時候系統又會在一次的發出叫聲 你只要在這個高檔地區 把這個多單賣掉 你一口單就可以順利的賺78點 接著再來看第二個交易訓導 第二個交易訓導是放空 這個箭頭向下就是代表放空的訓導 當這個箭頭出現的時候 就算你不能盯盤也沒有關係 你可以聽到聲音之後 再按照這個箭頭的方向 去做空 來到尾盤的時候 這裡又出現了新興符號 縱使你沒有在盯盤也沒有關係 因為當這個新興符號一出現的時候 系統會再次的發出叫聲 你只要把空單在這個相對低檔把它補掉 一口單 再順利的賺下了 44點 換句話說今天你會做兩趟 一趟賺78點 一趟賺44點 把這兩趟加起來總共122點 我再講一遍 我們的會員朋友 基本上只有一個指標可以看 所以基本上他們絕對不會選錯指標 那麼我所講的這個指標 就是我們會員朋友所看的指標 保證百分之百畫面完全一模一樣 絕對無法造假 這是日盤 我們今天 系統用戶的一個 真槍實彈的操作 所以我說了嘛 基本上就算你沒有 時間學技術分析 其實也沒關係 我們用技術分析的邏輯把它寫成指標之後 你只要跟著箭頭 跟著停力訊號 我們一樣可以透過系統 帶你進場 帶你出場 帶你進場 帶你出場 一樣可以做到 帶進帶出的動作 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這是第一種做法 還有沒有第二種做法 有 來各位 第二種做法就是跟著新興符號來進場 這個新興符號代表就是停力提醒的符號 當多單停力提醒訊號出現的時候代表行情漲多了 這個時候空單就可以進場 當空單停力提醒訊號出現的時候 代表行情已經跌升了 這時候多單就可以直接進場 來各位 剛剛各位所看到的畫面 是箭頭 然後出場 箭頭出場 這是按照箭頭操作的方式 這個畫面完全 原封不動的我們再換另外一種操作方式 你會發現真的賺很大 來各位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是不是多單停力提醒訊號 這個地方是不是空單停力提醒訊號 來各位親愛投資朋友 就是這麼簡單 當出現多單停力提醒訊號的時候 在這個高檔地區 你基本上就可以進場做放空的動作 來到了這裡出現了空單停力提醒訊號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這一筆空單 把它給回補掉 順利的拿下244點 有沒有很簡單 今天的高低區間基本上是244點 你運用這個方法 基本上是200多點都跑不掉 而且各位剛剛看到這個箭頭向上 你跟著做 這裡是不是可以賺78點 這裡再賺244點 最後這一段也是不能錯過 還是可以再賺49點 所以把這幾筆交易加起來 你會發現真的是賺翻了 而且這個方法 我並不是第一天講 我們是每天講 而且每天方法都一樣 為什麼每天方法都一樣 而且我們每天都可以分享 因為他就是一個高勝率的操盤軟體 所以我們敢每天的公開 來跟大家分享我們的實戰操作 我講過了 使用操盤軟體是為了要解決問題 你今天為什麼要買軟體 為什麼 因為 你人為的操作 沒有辦法戰勝 台子旗 所以你需要電腦來幫助你 那既然選擇電腦來幫助你 這套電腦他就必須要購專業 那怎麼樣的操盤軟體 才叫做購專業的操盤軟體 我認為最基本的要有這三個條件 首先你要看得懂 如果你的軟體拿回家之後 你看都看不懂 你還是不知道該做多 還是不知道該放空 那這個軟體對你有什麼幫助 一點幫助都沒有 好 你拿回家之後你發現你的軟體裡面 一大堆指標 你每天都要傷透腦筋在那邊拆 我請問你 你如何成為市場上的贏家 那我們這套操盤軟體基本上你不用拆 我講過了 簡單一看就懂 看著箭頭看著星星符號 小學生都看得懂 你怎麼可能看不懂 對不對 然後 只有一個指標你根本不需要拆 而且這個方法 我們每天分享 他是穩健固定的 我講過了 一個真正成功的方法 他當然就不需要去修改 或去改變任何的參數 或者是周期 或者是模組 因為當你找到一個成功的方法 說你每天按照這個方法 來賺錢就可以了嘛 就像我講過的世界上有很多富翁 他們能夠成為富翁的原因 就是用對的方法 然後不斷的複製 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如果說你還沒找到一個成功的方法的話 你可以改變你的方法 你懂我的意思嗎 絕對不是行情的問題 有很多人喜歡刪拖行情 其實行情本身 本身就沒有所謂的好做跟難做 只有不會做的人 沒有不能做的行情 你懂我意思嗎 就像今天的上中下席 你用對方法兩段都可以變成鈔票 所以我再講一遍了 我們的大碳級期貨系統 現在有買魚送釣竿的活動 來各位親愛的投資朋友 這個買魚送釣竿活動 只要你安裝軟體 我們會連同 我們盤中的操作簡訊 一併的附贈給你 然後 只要加LINE回覆599 你就有機會得到各半年 半年的軟體加上半年的簡訊 直接回覆599 或者是直接撥打 我們公司免付費電話 0800370888 歡迎來電諮詢 買魚送釣竿的活動 今天由於節目時間關係 我們就進到這邊 祝福全國TOTEMILL 週休二日假期愉快 我們下個禮拜一 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 每週一至週五 下午兩點半 準時收看 五七東三財經新聞 Youtube 功夫期貨 由期貨大師 傑帥 教您 硬弟子 真功夫